今天下午4点,方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,针对政府人口白皮苏州,高达690万的人口增长预测表示不满。 出席集会的公众,有些是想对课题多加了解,有些则对人口增长政策表示不赞同。 影响到国人现在跟未来,我觉得是很仓促的一个事情。 我们本身是属于中上等阶级,我可以感受到新加坡现在压力很大,COE110多万,房子、教育等等的。 现在已经还有最近的地铁又出现了问题了。 所以我觉得目前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专注在解决目前这些问题,而不是在又又还没有解决问题,在一个很不稳固的基础上面来建造未来的一个严谨。 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,而且有一点我要说的是,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,它有所有的资源,有所有的人才去解决问题。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精力专注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呢,而且现在想到一些未来很夸小的一些东西。 我认为,我觉得人们应该要聘用,去看什么他们感觉前发出一个评论。 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,所以我认为,现在的问题需要先解决。 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一边再来解决。 只是看M eas,我们就觉得有很多问题,在这些问题,但在整个问题,要遭到保持在行为新疾问题上。 我认为,这个重要性有关系有关系的事情,有关系的方法. 看,它就会有关系的景点,什么问题。 我们要求生在这些设计。 我们没有,我们能够动输了。 我们想要再加决定更多的事情。 我们要加决定更多的事情。 我们能够有关系反应,我们是想要用很多东西。 发起这项活动的是Transitioning.org的主席吴家和 他表示对出席率感到非常意外 人们仍然害怕 但我认为黑洋身体抑制人们的害怕 他们只在席领试上之下 这事真的很美 其实主意的主席 很多人买来聊 我传选了最少15个人 所以我要与所有� main讲官 而我 waar面跌倒地在山上的海豪埋 是最初的方向 我希望政府得听到我们 因为黑洋身体抑制人们 演说在将近傍晚七点结束时 主办者估计现场聚集了将近五千人 活动也在公众高唱国歌声中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